今天说点重要的事 他们说必须得穿黑衣服 黑衣服穿上 今天我代表比亚迪 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纪念一位缩车的博主 相信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成绩何时 评论区的图片是这样的 笛子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但是现在我替比亚迪说一句 王悟空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 很多笛粉和车主 少了很多乐趣 感谢你这两年 对我的大力宣传 正是因为你的凭空抹黑 捏造事实 为了黑我 让大家也知道了我的存在 比如说我的很多车型 大家在证明你说话真假的同时 都买了我的车 导致我的销量与日俱增 到现在指高不降 其实我还是不太相信他消失了 所以说 我要搜一下 来 我搜索的结果是 这怎么这么多王悟空 零粉 三百粉 一百粉 六十粉 一四粉 原来他一直都在呀 这么多王悟空 正所谓 一个王悟空倒下了 千百个王悟空站起来了 方程豹这个品牌 也感觉到很诧异 我在等着你抹黑我的续集呢 你怎么说没了就没了 太突然了 唉 大家都在感慨 人生的无常 是不是 这个瓜宝熟吗 过几天他会不会又出现了呢 大圣会不会归来呢 嗯 与其猜测 他到底是怎么美的 不如想一想 谁会接替他的职位呢 我感觉大力伦不错 正能量比他强多了 很多人有一个疑问 到底是谁下手的 会不会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让子弹飞一会 。 …